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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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也 太 我们今天上这个节目 现在瘦了 跟那一层一层的减肥 现在瘦了 来一趟瘦一趟 来一趟瘦一趟 现在开阳了 这还大 非常好 也都高兴了 我也高兴了 你叫他上节目 你叫他上节目 四年前才三百二十斤 现在到底瘦成什么样了 我们还真的特别想见到 接下来就用我们炙热的目光 一起来欢迎盼盼 真的差太远了 是吗 不像吧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杨盼盼 你瘦了多少斤 瘦了有两百多斤 我现在就是一百四十斤 现在生活上 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那种 之前不敢想象的那样的生活 有什么不敢想的 现在多尴尬了 自信了 出门也不害怕别人再看我了 真的是 这瘦了以后 这人的项目会变吗 可能是脸上的脆肉少了 而且牙也白了 这一路这个减肥 怎么减下来的 告诉我们 吃了哪些苦头 最艰难的就是 在某个阶段有瓶颈期的时候 就是掉秤 不像之前似的那么好掉 掉不下去 那个时候是最快难的 就是每天那么掉秤的期间 你一下子连着好几天不掉秤 就心里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经历几次减肥节点 每个月都有那么一两次 下去的时候 对 每个月都有 我们有它每个减肥节点的 那个短片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就是我380斤的瘦 哇 天哪 这哪是你啊 这个是有340多斤的瘦 减下来一点的瘦 这个就是有280斤左右的瘦了 这已经瘦了一圈了 这个就是150多斤的瘦 天哪 这个是137斤的瘦 有成绩是让人惊喜的 但每次碰到减肥节点 减不下去的时候 人有点绝望 那也得坚持一下 多增加一些运动 熬得住不吃吗 也能熬得住 就想想家里的孩子 想想我妈妈 想着他们在家里等着我回家 孩子还得我养 妈妈还得我照顾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自己还得 说白了还是爱和责任 促持自己必须要推定 对 今天盼盼把他原来穿的衣服带过来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就是我当时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穿上试试 你俩穿别人的衣服一样 衣服像偷来的 这件衣服我就一直保留着嘛 如果某一个阶段在家里长秤了 我就会拿出这个衣服 看一下 自己当初胖的时候的衣服 那个时候能坚持下来 现在这个体重不能让他方向长 一个胖子一步步地剪下去 他内心得有多坚强 你减完肥之后回去干嘛了 减完肥回到家嘛 就是当时刚减完身体有些虚 血压低 还有好多皮吧 在家里就没出去 后来就做了那个切皮嘛 又去 减完肥胳膊上那个醉皮嘛 切下来 那你现在还减肥吗 就是天天的锻炼还维持吗 减 现在就是养成了一个锻炼的习惯嘛 从回来之后每天在家里锻炼 我儿子也是一个小胖子 我也每天带着他就是跑步 孩子虽然说没掉秤 但是今年庆幸的是他没长秤 那现在有工作吗 没有 我现在就是在家里 卖一些我家里的自己做的一些土特产 黄桃罐头和辣椒酱 我现在就是在家里 做一些罐头和辣椒酱 在网上在微信里卖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太多太多了 现在有自信做销售了 对 是吧 以前不敢接人 以前不敢 现在卖点东西就在家里 帮我妈妈干点地理的活 做点家务 是吧 现在还敢敞开吃吗 吃是不敢敞开吃 看到好吃的东西也是想吃 但是想想自己之前那个胖 被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 那个嘴就能停下来 你觉得你这么忍着换来一份美丽 值得吗 值得 我换来的不仅是美丽 是我自己的健康 因为我健康了 我才能照顾我儿子 也能照顾我妈妈 也能给他们幸福 我感觉我这样做 值得 你觉得你真正地完成的自我的蜕变吗 还有什么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就是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好好的把孩子带大 把我妈照顾好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来源于 不自信和不自律 生活当中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律 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盼盼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形象气质改变最大的一位女性 所以电视机前很多 正在为肥胖而担忧 正在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而低迷的女性 看到你 一切都有了希望 所以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要坚持下去 我还是祝福你能够找到一段 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来 往前走 再见 谢谢